youtube youtube 欸不可以用掉 你用那都沒有LSA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彩妝是金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變成LSA的造型喔 我知道很多媽媽 對於打扮小孩子 都有點困擾 雖然今天這個頭髮 它不是一個 讓小孩一直奔跑 都不會掉的髮型 但是偶爾 然後特別打扮的時候 都可以變成一個 小公主喔 待會跟大家分享妝容 簡單的Elsa頭髮要怎麼弄 但其實這個髮型 小孩在髮完的時候 它是會很容易就亂掉的喔 不過如果你有買Elsa服裝的話 可以讓小孩體驗一下 變成公主的感覺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先確認你已經追蹤我的頻道囉 我們就一起開始今天的分享囉 開始啦 好 嗨 大家好 今天要變成Elsa 現在要先畫眉毛 我們用咖啡色的 來畫眉毛 好 我們從眉毛這邊 拿小刷子 然後把它往前刷 然後再往後刷 它的眉毛就會看起來比較多 只要用小刷子就好囉 好 往前刷 第一步變成Elsa 接下來我們要用紫色的眼影喔 我們先選一個深的紫色 拿一隻小刷子的刷子 圓圓的刷子 好 來 閉眼睛 閉眼睛 好 我們上在眼頭前面 還有眼尾後面 好 這邊一樣喔 眼尾後面 眼頭前面 好 這邊一樣喔 眼尾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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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一樣喔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亮的粉色 眼睛 眼睛 畫在眼睛中間 眼睛 畫在眼睛中間 好 OK 哇 變紫色的眼睛了 現在要畫下面的眼影 我們拿一隻比較小一點點的刷子 沾著剛剛這個紫色 好 來看上面 看著那個時鐘 對 然後畫在她睫毛根部的地方 會很癢 你要叫妹妹忍耐一下喔 好 忍耐喔 變公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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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拿這個粉紅色 畫在乌爾蟬的地方 好 好 有時候畫在乌爾蟬的地方 好 這樣子有這樣 可以傻嗎 沒有 第三步 好 因為小孩的皮膚已經很好了 所以我們只需要用粉餅就好了 我們今天用粉色的粉餅 我們先上在額頭 額頭的地方 就會打亮 還有鼻子 鼻子的地方 好 還有兩頰 兩頰就是從眼睛下面 然後往旁邊刷 然後另外一邊 小孩就不用再用粉底囉 不要畫得太恐怖 所以我的小孩不用再用粉底了 下巴這裡 第二步 第四步 第五 等一下會第五步 現在是第四步 那第四步 好 我們用深淺 深淺的粉紅色 我們用深淺那樣的粉紅色 笑起來的地方 就是笑肌 畫在這兩邊 深淺的粉紅色 畫在笑肌的地方 哇 又剛剛亮了 最後一步了對不對 它口紅了對不對 好 我們拿一個 深粉色或者是深桃紅色 然後可以用棉花棒或是唇筆 好可憐 嘟嘟嘟 直接插到嘴巴上就可以囉 好美 完成 我看到剛剛有沒有像 有像Elsa嗎 有 有像Elsa 很美 很美 你美嗎 有美 Elsa 化妝完成 Elsa 化妝完成 Elsa 化妝完成 完成 就開始囉 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用電棒 我們先用電棒 來用銅棒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們拿這種 28mini的電棒就好了 你先拿電棒 開口的朝前 抓一串前面的頭髮 先往上面捲 然後你要讓它冷卻 因為小孩的髮質很好 然後我們再把另外一串頭髮 一樣往側邊的捲 頭部可以亂動 然後讓它冷卻 放下來 放下來它就會有一個 自然的波浪 哇 有沒有很漂亮 沒有啊 有沒有 有啊 你看 有嗎 你看 有嗎 你看 有很漂亮 欸 我剛剛看到的時候沒有 沒有燙耶 現在有燙啊 側邊就是這樣子往上去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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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時候都 然後你可以用一隻手扶住 保護你的 保護小孩的頭 然後放掉 然後讓它進去 然後它轉過來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 固度 然後再換起來 然後 沒有啊 然後 只要說 那些人 你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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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你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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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 下一步 然後我們把他的頭髮 往一邊 往一邊分 然後可以看妳想要往哪邊分都可以 然後往側邊 今天我們要往這一邊 然後我們把他往這樣側邊 抵抖 側邊 你跟 跟你爸爸的照片 那個不是爸爸 他是韓國人 跟韓國人拍照嗎 對然後我們幫他用好 梳到側邊 然後妳可以看自己要不要噴定型液都可以 這裡我是沒有幫他噴定型液的 好然後我們梳到側邊之後呢 把頭髮全部都抓到旁邊 然後我們用兩隻 這兩隻手 插進來 插進來 放開之後抓住 他就會變成三個辮子 我們現在要來綁三股邊 就是我們看到的辮子 那我們要反的邊 所以我們最上面這一撮往後 然後這一隻手去接他 然後中間這一撮到前面來 然後下面這一撮再回來 到下面 就是一直一撮往下 一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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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側邊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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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你辮的時候是要把它往前往下的喔 就是辮子要把它往下 好往下 往下 往前 對 你看你都記得 往下 接下來我們抓著我們的辮子 有辮子了 這隻手一隻手抓著 這時候一隻手抓著 然後我們去調辮子的鬆度 因為小孩會非常愛亂跑 所以我們不要調太鬆 調一點點鬆就好 我們把這個辮子鋪開 好,然後再拿一根橡皮筋 把它綁起來 好漂亮喔 完成今天的Elsa造型囉 完成今天的Elsa造型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記得 追蹤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阿波 你也可以 你可以 你願意 你自己 走 不然 你 你 你 放